明天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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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带你爹上山 快 好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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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干什么 走 不行 我儿子 家儿在屋里面 快来人 快 娘 娘 大娘 小 大娘 救我 小 孩子 大娘 孩子不怕 大娘带你走 快 快 大娘 大娘 小 快跑 快跑 小 娘 小快 快点 小 快跑 快 快 娘 孩子 你不能去 别管我 娘 儿子 娘 儿子 儿子 不能去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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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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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救你了 太危险你不敢回来 娘 你怎么样了 娘不能陪你了 但娘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不要恨你爹 不要恨二娘 孩子 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重生 但是可以选择怎么去做人 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友人 友谊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学会以德抱怨才能够 做成大事情 知道吗 学会以德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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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娘 你说的每句话 我都牢记心里 顺听娘的话 娘 你放心睡吧 儿子就在这儿 有事喊我一声 儿子就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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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今年我们用了你的耕种方法 果然迎来了丽山的大丰收啊 小小的年纪你还真了不起啊 要说了不起啊 应该是我娘 是我娘教我这种耕种方法的 那当然 你娘啊她就更了不起了 养育了你这么好一个儿子 孩子啊 孩子 你可真是给咱们有绅士部落 立了一大功啊 我这个部落首领 应该好好地奖励你 说 需要什么 干爹 我想要一人托粮食 你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 我听说 我听说有一些部落 今年收成不好 我想带些粮食去帮帮忙 可真是个有孝心的孩子 干爹答应你 谢谢干爹 大家快看哪 顺回来了 还拉着这么多的粮食 我就说嘛 能嫁大侯而来 绝对不是一般人哪 首领 顺回来了 你儿顺回来了 是顺回来的 首领 顺回来了 首领 你儿子可真能干哪 你可真是有福气啊 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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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二娘 我回来了 顺 顺 回来了 嗯 爹 我听说今年部落收成不好 所以就带了些粮食回来 看看能不能帮什么 顺哪 是不是走了很很远的路啊 累了吧 走 歇歇去 让我看看顺 顺哪 长这么大了 娘可想死你了 顺哪 你回来得正好 娘正愁忙不过来呢 好 二娘 有什么事交给我 要不 你把粮食先放到苍林去 好 大家帮帮顺啊 好嘞 好嘞 都帮帮顺 把粮食啊放进苍林里啊 好 好 好了 好了 顺都回来了 你们干活去吧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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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顺去干什么呀 家里家外的活多了 现在顺长大了 家里正缺人哪 顺赶了那么远的路 累了 去给他做个吃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亏待你儿子的 我在锅里啊 给他留了一条鱼呢 好 我去看看睡 好 睡 睡 睡啊 睡啊 睡 睡啊 睡觉护震 睡裡 睡觉 grupp 怕 别动 别动 一不动它就不会咬你 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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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帅 帅 怎么啦 帅 没事吧 爹 没事 你们先休息吧 我走了 吓死我了 它不会有事的 你也不关心关心相 你看相都吓坏了 是 是不是被蛇咬了 它怎么会被咬啊 那个蛇是不是 它带进来的呀 怎么那么巧啊 这个小灾星 别说它是小灾星 我的眼睛看不清楚 我心里明白 是顺 救了你们母子 好了好了 吵什么吵 半夜三更多 快睡吧 香啊 没事了没事了啊 快睡 小灾星 你也不想到的 你儿子走了 儿子不想再让爹为难了 爹 你保重 。 羽眼 羽眼 плюс dic 人 儿子好想你 这就去陪你了 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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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世文 世文 娘 我来想你啊 世文 娘也好想你 娘 你不要离开我了 我也不想离开你了 娘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娘一直都在看着你 娘 我想跟你在一起 那可不行 那可不行 世文 快回到你父亲那边去 你要记得娘跟你说过的话 娘 我记得 可是我要跟你在一起 因为只有娘对我最好 世文 你要记得娘跟你说过的话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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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孩子 你醒醒 孩子 你醒醒 我这是在哪儿 孩子 你 你可醒了 耿爹 我这是怎么了 你被毒蛇咬了 要不是我们去找月光草 碰巧遇上你 你可就没命了 我要是真的死了就好了 就可以看见娘了 傻孩子 你死不了 有我曹木子在 再毒的蛇咬了你 我也能把你医好 谢谢干爹 看你这样子 饿了吧 干爹给你拿点吃的东西去 顺 来 来 吃点东西 来 起来 慢点 来 吃点东西 孩子 干爹知道你心里难受 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别憋着 你哭出来呀 我天命 冯 不要 你是 他的 important 敢爹这儿就是你的家 官君 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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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皮子能换多少粮食啊 换一袋吧 好 我搬走了 搬走吧 来 来 往这儿吧 拿走 这毕泊师傅烧的陶器真是越来越好了 可不是吗 这陶器烧的呀 跟咱大首领烧出的一样啊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听说来了个有余式的能人 这人烧头一绝 来了不到半年 就当上毕泊瑶的长座了 这小子在都城什么都学 而且一学就会 陶器烧的比以前结实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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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的是谁啊 好像是一个叫余顺的人 余顺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 你们听说过吗 没有 不过 照他们所说 这人应该很厉害 还不止呢 这两天 听说毕泊瑶的产量 翻了一倍还多 对 我也听说了 这件事应该假不了 毕泊 是我们东夷烧瑶的老前辈 他如果能够重用此人 足以说明这个人有些本事 熊头 在 你去瑶瑶上看一看 果真如此的话 我要见这个人 诺 走 老姬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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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 我不是在这儿吗 干啥 老姬姬 你的宝贝 我的宝贝怎么 怎么跑到你手里去了 你刚才多喝了两杯 把宝贝落下了 给我吧 好了 谢谢你啊 别客气 老姬姬 我走了 你慢走啊 用点劲啊 是 师父 你回来了 余顺呢 余顺正在出窑呢 师弟说啊 这批窑应该出得不错 姐妹 你好好学着点 余顺他比你来得晚多了 可比你干得还好 为什么呀 不知道 用心 傻小子 是是是是 是 对 什么声音啊 走 看看家 看看去 看看去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这是谁干的 谁干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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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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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碎片拿给我看看 哎 师父 你把那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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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是我不好 可是 可是我不是想瞒着你啊 这可好了 我这儿不能留你了 师父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要赶我走 师父 我知道我不应该改摇 你怎么处罚我都行 你别赶我走啊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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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呀 你不同意我不起来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窑场还是太小了 你在这儿驱财了 你应该上大窑场去施展才干 到了那儿你才大有作为 明白吗 反正我不会走的 你呀 你听我说啊 于水啊 咱们东夷乃至全天下 这么多窑场 这一炉烧出来的 真正的成品 也就三成四成 这里面好的呢 也就一成 其他都是次品 哎呀 要我看哪 他们烧的这些淘气的烧结肚 跟你烧得比差远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起来起来 跟我说说 怎么做到的 师父 我就是想用改窑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题啊 就出在这火候上 如果能摸得准窑里的火候 这事情就好办了 我琢磨来琢磨去 最后才想出来一个办法 我在这窑顶上 打了两个孔 然后装上两根泥棍 只要看看这泥棍的颜色 就知道窑里的火候够不够 问题就解决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好小子 行啊 师父 不管怎么样 是我做错了 你罚我吧 我罚你干什么呀 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余帅 这么着啊 师父保你 上咱们东夷龙山 最大的窑场去干好不好啊 师父 你是说 让我到东夷大首领 高窑的窑场去 好好好 我 咱们 你不满意啊 我跟你说啊 那儿可是全天下最大的窑场了 我知道 那儿是天下最好的窑场 很多人都想去 我也知道师父是一片苦心 可是 我不能去 因为师父你对我 像亲生父亲一样 我怎么可以离开你啊 那是屁话 你是能干大事的人 得把眼光放远点 干大事 就这么定了 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有什么可准备的呀 大首领啊 一直都想见你呢 师父 我舍不得离开你 师父也舍不得你走 可是你在我这儿 就埋没了你的才能啊 来 喝 师父 我不想喝酒 你不想喝酒 你要干什么呀 我想给你磕个头 我想给你磕个头 好孩子啊 走吧 参见大首领 你就是于顺 我是 我在集市上听说 你烧得淘气很好 又很喜欢学手艺 将来想做些什么 大首领 我学手艺 是想将来 做个对天下有用的人 于顺 我想让你看样东西 抬起来 你来看看 大首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锦咒 锦咒 这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把它放在锦壁内 不让锦壁坍塌 这样 这样大伙就能够喝上干净的水 锦咒 这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啊 我们部落的人 一直都喝着河里的水 还有井里的泥水 如果在井里面放上这个锦咒 既能不让锦壁坍塌 又能够储存干净的水 那以后 这全天下的人 都可以喝上干净水了 嗯 说得对啊 是啊 大首领 做这么一个井咒 得需要多少天的时间啊 少则三五日 多则十数日 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啊 要打造一口井 需要那么多的井咒 这要是让全天下的人 都喝上干净水的话 真是太困难了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大首领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但是我想 应该会有办法的 于顺 我现在任命你为姚总长座 不 从现在开始 所有的作法 姚公 都听你的指挥 大首领 那九颗呢 九颗 做于顺的助手 诺 诺 好 于顺长座 于顺长座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师兄 我再做个模子 模子 什么模子 师兄啊 到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姚都装好了 等着你主持呢 师兄 姚已经装好了 对啊 就等你了 好 赶紧走 赶紧走 大长座 吕顺长座 请吧 嗯 拜摇神 大长座 义父 女婴啊 义父 我听说义父来了 义父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刚到 刚到 好 给帝君送点草药 也顺便来看看你 义父 你真好 义父 那这次 你一定要多住上几天 我还想听你说说 东夷部落于顺的事呢 好 是啊 说到于顺这个孩子 他孝顺的故事 已经传到我华夏的唐都了 朕可说是感天动地呀 是啊 这个孩子的确不同于常人 要说起于顺的身世 实在是个苦命的孩子 小小的年纪就没了娘 他父亲和继母 待得非常刻薄 可他从来都心无怨恨 孝顺如初 真是难得呀 我看于顺这个孩子 是东夷部落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来避陈大器 他是你的义子 你草木子有这样的义子 是你的福气 也是我华夏不足的福气呀 义父 那于顺是你的义子 我是你的义女 那这么说 于顺就是我的哥哥了 他当然就是你的哥哥嘛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长什么样子啊 他长得呀 又 你问我 我也说不上来 你要是看到他 就知道了 那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在东夷都城 学着烧摇呢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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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东夷都城 我要去找我的顺哥哥 不行 不许胡闹 你一个女孩子 不能随便乱跑 这 是 天才 奉有 大首领 这回咱们的锦咒 要是制作成功了 咱们东夷人 就能喝上干净水了 可不是吗 华夏有华夏的好东西 咱们东夷啊 也有东夷的好东西 如果咱们东夷 能够跟华夏联合起来 那个时候啊 好东西会更多 大首领 他们华夏有先进的雷寺 可没有分给咱们呢 咱们的锦咒 为什么要给他们呢 就是啊 凭什么给他们 你们以后就知道了 爹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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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干什么去了 师父 师父 我在这儿 爹毛啊 你看我怎么了 我浑身疼啊 我起不来了 师父 你生病了 师父 你等着 我去找顺 你别去找了 顺啊正在窑上忙着呢 他又管烧窑 又得琢磨着做警咒 好 于顺哪 是个孝顺孩子 他要知道我病了 他会来看我 现在你就别去分他的心了 师父 那你也得看病啊 没事没事 我歇两天啊 就会好了 就会好了 姚神在上 顺利出养 走 这儿 这儿 好嘞 兄弟 换点淘气 好嘞 挺好的啊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东夷龙山 有多少家陶器作坊 六家 那最大的窑场是哪家 当然是咱们大首领 高窑的窑场 然后呢 然后就是老忌尖毕波的窑场 那 那个于顺在哪家窑场 你说于顺哪 起先他是在毕波的窑场 后来被老忌尖推荐到 大首领的窑场 还做了大场座 你和他很熟 不认识 只是听说过 说起于顺呀 他可是咱们东夷人的这个 人是出了名的好人 谁要是有困难找他 都帮忙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 五行八作 学了个遍 一学就会 就拿这个烧窑来说吧 他烧的淘气 是又漂亮又结实 就连他师父都说不如呢 这个于顺 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不信你去看看 后天大首领的窑场 就开窑了 到时候可热呢 我都看到了 你就带着你的东西 去换你想要的淘气吧 来 加火 好 每个遥远都要加火 火力越大越好 好 大家快点啊 好 来 这个 怎么样 还好 过来吧 来 好 来 获得那小有保持一致 好嘞 好嘞 大家加把劲啊 要保持火力 好嘞 好嘞 再加一点就好 好 再加一点就好 师兄 这个可以多加一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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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加尸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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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你吓了我一跳 你也吓了我一跳啊 于是长度 你这是在干吗呢 师兄 我随便看看 师兄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过来 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咱们还要忙活呢 于是长度 你还不知道呢 咱师父生病了 快回去看看吧 快去快去吧 这里有我给你盯着 好 那师兄 这里全拜托你了 我去看看 快去 快去吧 好 原来是个泥棍 这小子还挺能琢磨 师父 你生病了 为什么不叫人告诉我一声啊 没事 死不了 歇两天就好了 还说没事 师父 明天啊 我就给你熬锅汤药 给你送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要什么药啊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在大首领的谣上 是第一次出手 是不能出差错的 明白吗 可是师父 快走吧 快走吧 师父 你快走 滚 好 师父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啊 我给你把汤药熬好 就放在那门口 师父 出门的时候 你注意点 别踢翻了 哎呀 你有完没完哪 好好 我走了 快走 走了 走了 这个小子 真行哪 说起于顺啊 他可是咱们东夷人的这个 人是出了名的好人 谁要是有困难找他 都帮忙 你别看他年纪不大 五行八作 学了个遍 一学就会 这个于顺 有你说得那么厉害吗 不信你去看看 这小子 还挺有心的 先远兀 必担任 神保佑 金绝 金绝 对 stamping绝 podría 不信心客 费 照亮星辰下 图腾的轮廓 是一样天高阁 长阴在我 燃尽将天地涂抹 万年的浅磨 百家更作 蓝变天下方式 洋洋大国 谁策马一龙 似还在我 霹雳干淡开花下传说 所以等风乱几座 古色走一去山河 竹林九州谁也能描摹 伤伤看向竹斑驳 山巅洒大爱之波 万船之约恩子应山河 万里城山如许 难逢作秘义 大道之行 天下为光 扑天颂 挥遍歌之水幻 离山巅 伍一张万年太平革 若万里城山如许 难过走一意 难过变弃 天下为何 万里城山如许 未踵舍皆mo 我謹着 obraàng 秦赳 彩虎 rock 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